哎呀 又是一个新的早上啊 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呢 终于进入了后期流程 可是你们也看到了 云飞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真的是累坏了 那不如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节目到底是怎么进行后期的吧 首先我们的视频文案完成之后 后期军会针对视频的文稿进行标注 就像现在这样 标注出这期视频可能会拍摄的部分 可能需要制作动画来方便大家理解的部分 以及包括整体风格啊 转场啊等等 这样一来 既树立了整个视频的思路 也更加方便大家进一步进行工作来配合后期军 对于拍摄视频来说 为了保证效率 我们往往都是前期后期同步进行的 接下来呢 一方面我们的talking和b-roll都已经进入了拍摄阶段 另一方面我们的后期军也开始做动画 找素材 后期军习惯一边看稿子 一边使用word的批注功能 提前设想好尽可能多的文案所对应的画面 以及画面之间的衔接 这些批注大概分为实拍素材效果 完成后的批注大概是这样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视频的整体风格将会大致确定下来 例如音乐的调性 动画的配色等 例如在英伟达的崛起之路这些视频里 使用的音乐更加的复古 例如在赛博朋克装机这些视频里面 动画的使用呢 就更多的使用了青色和紫色发光的效果 完成批注之后 将需要实拍的镜头交给我们的摄像小哥 接着后期君开始找素材 在Google找图片 在YouTube找视频 找音效呢 可能会用爱给网 找表情包 用百度或者自己做 那么关于配乐呢 由于版权问题 你可以去寻找一些无版权音乐 当然这个过程实际会更加复杂 需要随机应变 比如YouTube也可以找配乐 中文的宣传片可以找到产品官网 直接视频另存位 那么有时候呢 也可以把整个网页保存下来 或许你能得到网页中的分层PNG图 更适合后期做动画 如果图片不够清晰 或者无法保存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谷歌来搜索 相似的图片 也可以使用BigGPG来插值放大 不够清晰的图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动画了 刚刚已经提到 在看讲稿时 会确定一个整体风格 在动画里也会有一定的表现 比如说配色 背景 后期君一般会在黑色 白色和浅灰之间来选 有特殊的想法呢 才会使用针对性的颜色 或者是图案 比如讲PS4 可以用它经典的流动 加上按键字符悬浮的背景 至于图案的颜色 英伟达我们会用绿色 英特尔会用蓝色 AMD用红色 依此类推 当然呢 没什么特殊含义的时候 咱们就用咱们自己的极客弯栏 毕竟做动画 效率也是很重要的 时间不够时 在犹豫的时候 就选常用的配色 常用的手法 那么常用的呢 往往效果也不会太差 当时间充足时 会为节目做更多的选择 不同的设计 色彩 字样 排版 模板 所有这些元素 都联系着本期节目的主题 来选择和构想 相当于限制一个范围 就不会过于选择困难了 同时也尽量能够保证节目的多样性 我们后期君使用的电脑是一台iMac 连接了两台明基PD2720U显示器 因为PD2720U支持Type-C接口的 雷电3 4K60Hz聚化链 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走线 而对于视频后期来说 我们最需要的无非就是分辨率和色彩 PD2720U具有99%的Adobe RGB色域 4K分辨率 这样的硬素质 这款显示器 我之前在公众号里也做过评测 那么具体的表现在文中讲过 对于我们的视频后期流程来说 双屏或者三屏可以非常方便的扩展 不同工作区所占的面积 对于双屏系统 你可以利用一个显示器来寻找素材 看文案等等 而另一个显示器 则专注于剪辑软件的操作 这样可以分隔开工作区 让你的工作变得很方便 不至于说你剪到一半 必须要切出窗口 来看一下稿子 或者说去找一下素材等等 这样一来 我们的效率就获得了提升 在拍摄方面 我们使用的是索尼的A7S2和A7R2两部相机 这两部相机对我们这样的创作者来说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我知道你想说 BMPCC画质更好 但A7系列有一个好 它的灵活性是像BMPCC这样的相机难以企及的 不论是相机本身的操作体积 还是说拍摄出来的素材本身的文件体积 调色空间 这都是比较灵活的 不过我们两部相机的购买时间都相对比较早了 如果你现在想要购买一台A7用来拍摄视频的话 我会更建议你购买A7M3 而镜头方面我们使用的是两支变焦镜头 2470GM和28135电变镜头 还有一支腾龙的90V作为补充 但实际上我更加推荐你使用定焦镜头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变焦镜头也几乎都是当作定焦来使用的 很少使用电动变焦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 因为变焦镜头可以方便你的前期构图 一些补充的机位我们会使用黑卡和iPhone来进行补充 想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开箱的黑卡7就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对于视频拍摄质量来说 曝光和曝景的效果才是提升质感的重要下分享 我们的曝光整体来说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对人物主体进行曝光 在这个环节我们需要主光源、辅光源和轮廓光 主光源顾名思义就是咱们的主灯 它承担着照亮面部的主要工作也就是这盏 在这里我们使用爱图室120D加上抛物线的柔光箱 这个光源需要相对较强 但是不会太硬的光线 所以我们使用这样的配置 辅灯使用了另一盏120D 搭配灯笼型柔光箱进行补光 这样的光线会更加分散且柔和 要注意的是 这盏光没有主光源这么亮 你看我这边的脸就没有这么亮 对吧 那么轮廓光是下一个需要布的光线 轮廓光需要强烈 而且聚集的硬光 所以我们要在120D上加上菲尼尔透镜进行聚光 那对人物主体的布光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给背景布光 这里我们用一盏飓风灯打亮墙面 然后在背景上摆上一些小道具 例如像相机啊 车膜啊等等 最后用小灯吸附在支架的顶部 对道具进行打光 增加质感 那么光源的选择要注意几点 一个是光源的色温 另一个是亮度 以及最重要的是 它有足够的显色指数 那只有显色指数高的光源 我们拍下来的素材才会有后期的空间 这点会被很多人忽视 但实际上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日光的效果比较好的原因 而附件的支持程度则决定了 你的光源可以如何变化 丰富的附件可以带给你很多可能性 那如果光源不好会有什么效果呢 看这里 只要花上2000元就可以传出一台 当然 看直方图是可以解决曝光问题的 但是最直观的方式 还是外接一个监屏 我们在这个部分 直接通过A7的相机 接出了一个PD3220U 这样一款32寸4K显示器 对监屏来说 最重要的是GAMMA和色准表现 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准确的 确定拍摄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需要调整 而面积自然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使用了这样一款旗舰级显示器 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那PD3220U显然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 不论是色域 色准 亦或是GAMMA表现 都是专业水准 32寸的尺寸 对于我们的拍摄来说 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来调整造型 曝光 即使是曝光有什么bug 也足以及时发现 其实索尼自家也是有监视器的 可是 仅仅24寸就动辄超过2万元的价格 实在是 而收声方面呢 我们最常用的设备就是索尼的EOWP11小蜜蜂和 PCMD100录音笔 实际上这两款设备更多是出于方便的考虑 它们的效果其实比较一般 我现在用的就是小蜜蜂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效果 其实一支好一点的电容麦克风 会更加适合你 那么另外呢 工作室内的布局和声学处理 也是影响收声质量的重中之重 消除反射和助波 可以让你的声音明显提升一个档次 变得清晰而有质感 关于廉价麦克风的电容效果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发的这个视频 我已经讲过这个话题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实拍部分和录音基本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剪辑了 我们使用的是Adobe全家桶 PR AE PS 兼容性好啊 全部素材通过动态链接来连接 修改PS文件 AEPR里面自动同步 修改AEPR里面自动同步 而且如果有需要 我们还可以跨平台工作 那么虽然说后期军使用的是Mac 但实际上它还在使用10.13系统 Adobe也才使用2018版 而不是2019版 主要的问题是性能和稳定性的问题 当然现在MacOS 10.14和Adobe 2019已经趋于稳定 甚至说MacOS 10.15也已经出了 但其实后期军也想使用新的版本 而且能够用上新版强大的基本音频 基本图形 还有新的调侧面板 但是我们这个iMac 即使在半年前换上了i7 7700K 依然无法完美的圣人目前的工作 也许是由于RX570显卡拖了后腿 经常出现显存不够用的情况 索尼拍出的4K素材必须转720P代理 否则持续高延迟卡顿 1080P 60帧素材也最好使用代理 否则在PR中 你依然无法流畅地随意拖动时间线 来预览素材 只有当所有素材都转为720P的时候 这台电脑才能够特到令人满意的流畅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流程里 还要同步使用AE AE就更过分了 给了200G的缓存 一个上午就能用完 之后就基本就一直在轻缓存 生成缓存 这两者之间往复循环 特别是当结合实拍做动画的时候 真的是每时每刻都要等 剪刀后期 清理软件缓存都不太管用了 除非你重启软件 重启电脑 否则系统里的所有操作都会高概率的出现卡顿和延迟 我们真的很期待RX5700显卡的iMac 但是Mac也有着Mac独有的优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Mac上的Adobe系列稳定性方面 实在是比Windows好太多了 你很少能够见到你熟悉的对话框 另一方面如果你不使用Adobe流程的话 Fundercut Pro X则是一款优化 非常有苹果内味的软件 但如果你想和AEPS联动 那就没有什么比PR更方便了 再者 现在Mac对雷电3的支持应该是各家里面最好的 没有之一 PD2720U这样的显示器是支持雷电3菊花链的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用一根很简洁的雷电3线 连接两个显示器 让两个显示器同步4K60Hz输出 而这根线不仅可以输出显示信号 它也是USB Hub的连接线 可以说是真正的一线通 这一点是Windows平台目前还不够完善的地方 如果你想使用Windows PC的话 那我非常建议你使用3900X这类单核和多核都非常强的处理器 搭配一张比较强的N卡 因为CUDA加速在PR和AE里面是开挂一般的存在 前两天我跟老张一起测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我用2080Ti的情况下比2070在达芬奇倒出的情况下快了整整一倍 说回剪辑 剪辑的第一步是将人物出镜的部分前后拼好 大致确定好时间线 如果声音是外录的 也一并做好音画同步 时间线确定之后 就可以很愉快地将准备的素材放入时间线了 动画也依据人声做节奏的调整 换句话说 就是说什么出什么 其实前期素材动画都准备好 后期剪辑就会很流畅 剪辑效率上 以前在后期军上大学的时候 觉得15寸的笔记本都剪得好好的 现在用过大屏双屏之后 才发现原来效率可以提高那么多 大屏幕可以让你预览得更清楚 一次性看到更长的时间线 更多涂层 这些都可以提升效率 而双屏则可以让你在剪辑的时候 同步查阅你之前做好的批注 以及你已经准备好的素材 对于素材量大的项目 记性非常差的同学来说非常有用 其次当你拥有双屏甚至是三屏的时候 你还可以将预览窗口放在另一个屏幕上预览 用AE作动画的时候特别好用 清楚地看清每个元素 当然前提是你的电脑得非常强才行 而剪辑思路上 后期军认为 剪辑比较舒服的方式是 准备好工具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应用这些工具 素材就可以是这里的工具 其实手法也是类似的 比如说转场 有延时转场 渐变转场 音效转场 萌版转场 相似转场 变速转场 这些都是工具 我们只需要根据素材本身的特点选择就可以 能用萌版转场 能用相似转场最好 不适合咱就用别的 这样剪辑比较舒服 比如说这个官方宣传片 手表转动的一个角度 正好和我找到的素材很相似 就可以使用相似转场的方式 将它们连接起来 剪辑的时候也会出现效果很多 不知道选哪个好的情况 特别是我们有不少插件 里面有很多效果可以选择 很容易就剪得太花哨而凌乱 其实转场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自然和流畅 那么有句话说到最好的剪辑就是无法察觉的剪辑 当然有时转场也是为了达到某种戏剧效果 比如云飞他讲到某个梗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画面放到他的面部来增加戏剧感 总之啊 个人认为怎么流畅怎么来 其次就是思考清楚各种转场的特点 把它用在合适的地方 对于一个高质量的视频 除了高质量的拍摄和动画 音频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对录好的人生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平常会使用Logic Pro X 作为速度软件来完成音频调整工作 这就意味着这一步我平常会使用Mac来完成 如果你使用Windows PC 我会非常建议你使用Studio One来完成这个工作 当然达芬奇和PR其实也能够完成简单的声音处理工作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收到人生素材之后 我会首先利用Waves的Seagate和Izodopt RX-7两个插件来完成降噪 通过这两个插件基本上可以在不会大幅度损失音质的情况下 让底噪降低到基本可以让BGM遮住的情况 接下来我会根据不同场景 对不同部分做多段压线处理 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习惯使用Izodopt的臭氧插件 就是Ozom 8和Waves里面的L2 通过多段压线和Limiter的应用 我们可以让不同收声条件的音频尽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强度 这样一来声音就不会忽大忽小了 最后我们再调整一个舒适的EQ 就可以完成人声的处理工作了 关于这个部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可以来看看这个视频 而监听设备我比较建议各位使用监听耳机来完成 如果囊中羞涩 AirPods其实就可以满足这个工作 因为它三屏相对比较正 虽然说音质比不了更好的耳机 但其实不会影响你的结果 那么如果有些预算 你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更好的监听耳机 比如像K702、M50X之类 这样子可以有效提升你的使用体验 但如果你真的很有钱 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升学装修 并且用上监听音响 那么一般的监听音响 比如说像亚马哈的白盆 新白盆 大概是1000多一对 那如果真理的80系列能买得起的话 当然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对音频编辑来说 屏幕面积也是很重要的 很多录音棚都会使用双屏系统 这样一来可以很好的去布置工作区 包括更长的轨道 更多的空间交给效果器等等 你可以减少很多脱轨的操作 那也可以把响度剂 插件面板一股脑都放去 岂不是非常爽 在剪辑之后 后期君会把用到的素材都交给老张来调色 把素材导入达芬奇后 一般会按照场景来分类排序 先把人物出镜的部分调一下 从原始素材里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背景暗淡 光线太平 皮肤显得太油 太黑等等 OK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在一级色轮区 暗部太黑 我们拉亮点 中灰往右拉 让灰阶看起来更有过度 亮部不够亮 我们就把它拉亮 这时候可以看到直方图 高光已经过曝一出了 我们需要再到LOG色轮区 把高光拉回来 阴影也是一个道理 中间调一半不用调 整体再根据你的需要微调一下 就可以了 这时候新问题出现了 画面没颜色 那我们就到色相vs饱和度曲线当中 把它拉高一点 蓝色作为背景可以多拉一点 皮肤颜色不一过深 黄色区域就少拉一点 那么颜色有了 但是是不是觉得杂色很多呢 看起来不好看 那就要到色相vs色相曲线当中 把背景的青色和紫色 都调到趋向于均匀的蓝色 人物肤色也又红又黄的 也用一样的方法调均匀一点 是不是感觉正常多了呢 但是感觉人脸还是黑了点 于是到色相vs亮度曲线当中 我们把皮肤所在的红黄色部分 亮度调高一点 作为背景的蓝色 咱拉暗一点 感觉画面的过度还有点生硬 这时候就要用常见的曲线工具了 注意要点一下Y来拉曲线 只调整画面的明度 如果和RGB曲线一起拉 会影响到色彩 当然更不推荐你使用到S曲线 至于为啥 那你拉一下就知道了 最后还感觉差点那味 高光偏暖了点 显得画面有点脏 那回到色轮 再亮度加一点蓝 中灰补一点暖色 再到亮度vs饱和度的曲线当中 把高光和暗度的饱和度往下压那么点 总而言之 就是哪里不爽 就把哪里调的爽一点 平时多用快捷键 比如说奥特加数字键可以立即保存到画廊 通过Ctrl加数字键可以快速用调色 这可以大大加快你的效率 如果以后类似场景还要用到这套方案 就把它拖到竞争级理 最后调整完了 在片段轴上右键素材 选择生成3D LUT Cube 最后只要把仅仅几兆大小的LUT 发给我们的后期军 它直接在PR中导入即可 导出的LUT也一样可以导入达芬奇的LUT Cube 这将进一步提高你的调色效率 对于调色来说显示器的色彩调校绝对是重中之重 色准和灰阶都十分重要 相信没有人想看到色彩过度产生断层 也没有人想看到自己费心调好的颜色 在别人的显示器上变成奇怪的样子 其实这个道理和监听音箱是很接近的 PD-320U这类显示器就可以很好地符合这类需求 32寸的尺寸对于平常桌面来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面积 它色准本身就很优秀 那么加上你要经常去角色 那就可以实现准确的还原 4K分辨率对于看清素材已经足够了 不过对于Windows的达芬奇来说 N卡的效率是明显高于A卡的 这一点如果你自己要组建这个方向的工作站 一定要注意 上面的步骤都完成之后 我们的视频就有内味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做好压缩 防止上传之后再二压 另外我们也会给每期视频配上字幕 我们的字幕君会给视频做好外挂字幕上传到B站 这样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 或者是大电视 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看完我们的内容 而不用强制去学习汉语听力了 那么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关注一下 长按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过虽然PD2720U和PD3220U很出色 但万元附近的价格可能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而明显还有一款同系列更有性价比的4K显示器 PD2700U 3000块左右的价位应该更适合更多人选择 我们也PY来了专属优惠券 双11期间在京东自营购买PD2700U可以在活动基础上 再减100块钱 当然PD2720U和PD3220U也有特价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去关注一下